党拼政党轮替惨遭滑铁炉 党内检讨声浪四起 张亚中炮轰党主席朱立伦 选战策略完全错误 才会导致选举大败 一开始包括国民党在征召过程中 郭台铭先生处理的非常不好 所带给国民党 一个奇大的一个灾难 这不是朱立伦自己的一人之失 前刚独断所犯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错误吗 张亚中狂轰朱立伦 别以为立委席次有增加 就叫漂亮的成绩单 当总统惨败国会又没过半 朱立伦早该下台 失去了总统选举 其实就是一个大败了 朱立伦主席难道你应该不负责任吗 朱立伦主席已经担任过两任党主席了 两次总统大选你都落败了 你们还认为朱立伦主席 能够承担着彻彻底底改革的重任吗 如果朱立伦还眷恋前卫不下台 会被别人看不起 一个赖的位置不走 自己眷恋前卫的党主席 你将来如何要求我们的党员 做到承担责任 其实未来的一年半 你将会如同行尸走肉 每个人看到你 当面还会吐你的口水 国民党国会没过半 民众党也可能支持绿营 张亚中这么看 他也不会现在就跟国民党绑在一起 或者跟民进党绑在一起 他不会现在就变成小绿 或者现在就变成小蓝 民众党一定会走他自己白色力量的道路 大选过后 蓝营监讨声浪四起 但党主席朱立伦至今没出面 只在脸书道歉说遗憾 似乎让基层的怒火烧不完 记者张佑茨王志恒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